嗨 你好嗎 你介紹一下今天齊人 今天Modern齊人 今天是3月25日 特首選舉26日 次官強勢回歸 當然了 你接我回來 及時趕當 在選舉之前就回來了 有陰謀 我沒有陰謀 我沒有支持的 沒有支持的嗎 有沒有權投票 因為我和你有點不同 我做了幾十年的傳媒 沒有誰最喜歡 心裡有 心裡有知道誰是最正的 但是 最正的 正的 正正正正 但不是等於我的議員 等於某方面的議員 但是現在的網媒 很喜歡推候候選人 這種謊 像自己有份 也不關你事 他們有份 他們背後是有份 我贊成,我們沒有份 他的意思是有份分到一些利益 如果選到的話 但是我們要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 蕭公司,我發現你坐到尼航來了 潮流兄,歸邊,表泰,歸邊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嘉賓 其實他不是嘉賓,是主持 他就是很不離地的中產 但是不肯上鏡 我戴頭盔也不需要 戴Fenition Mask也不需要 這樣還好 很有神秘感 現在我們先提提大家 明天我們會有一個特備節目 特備節目就會在1點鐘還是12點 我們會盡早 因為消息可能會很快出 畢竟只有1,194張票 香港人是沒有份投票 少了兩張 少了六張 少了六張 少了七張 為什麼 羅冠昌投票 還有一個入冊 還有一個入冊 有一個入冊嗎 是啊 哦 哦 你不計那個嗎 誰啊 他在暗國打了那個 暗國那位哥哥說不上訴 他不上訴 他就有少了票 不是,他說獄中可以投票 我不知道他怎麼安排 獄中可以投票 彩你的傻 那張票去到那裡可能被人改幾次 是啊 你真的 那張票一定要合法地在那個 booth裡面 可以押他的頭 不會的 很驚思動眾 程序上可以的 不知道 什麼一單 這個廣場 如果他是建制派就可以了 都未跌的 都不敢的 總之少了一條 總之只有1,900上下的票 1,194 我不是做預言家 我說 明天一定有很多 生病的 咦 是嗎 明天知道 要請病假 正常 只是另類白票 是啊 因為他投白票又怕人罵 最好 但投白票沒人知道 你投什麼都沒人知道 照計啊 說沒人知道 到在圍內問你 那你當然是說 我當然是投林鄭 我堅定跟著黨的路線 不會 數來數去數不齊 數不齊 你每次都是這樣 捉鬼永遠都捉不到 上一次都是這樣 唐唐都說 那些人會計算 數手指計 但你說 當我們四個這樣計算 你有沒有投到 你投到誰 一定捉不到 沒有證據 除非你捉完一千多個 逐個問 逐個點 都可以回答 上司試過 是啊 只有一條條 就說 在暗角 整個攝影機 射著 但是 法官說 是不行的 法律規定是不能夠這樣 但今天無線 已經有一個很過癮的 黑露鏡頭 不知道是不是自爆了 有沒有看新聞 就是無線現場 藍小姐即場 即場訪問 法官說現場解釋 怎麼投票的時候 鏡頭特意放上牆 看著CCTV CCTV 據報就說 現場選舉辦的人 確保那些人不會拍照 不會take notes 諸如此類 何君堯都在法庭裏面拍照 問題就是 這個CCTV 哪個鏡頭 看著CCTV 那是不合法的 現場是有閉路電視 看著他投票 就算出來 但他不是拍著Bruce 是吧 你猜一下 都不應該的 你猜一下 在裏面不應該 動用任何攝影器 如果出來 問你 有個人問你 你投過什麼票 你口形回答 都應該是犯法 是 口形回答也不行 別說你出聲 其實我覺得整個制度 我們待會會倒入討論 但是我覺得你多次一舉 你明白嗎 不如你不要做這些事 你三個候選人 Blindfold 不要出名 政綱又Blindfold 什麼都Blindfold 到時候 就不用經過提名 直接走進去投票 那不如阿爺說 如果這麼簡單 你提名加投票 這個時候就是捆綁 對不對 捆綁什麼呢 如果不是 你們這些人 建制的又捆綁 泛民的又捆綁 你捆綁 你沒有尊重個人意志 如果是這樣 不如捆綁 提名和投票 搞這麼多事情 因為捆綁 其實已經是不公道了 因為最後 Depends on 一件事 就是人的有意志的自由 他喜歡誰是他的 意志上的事 講得明那個投票制度 不可以影響投票 什麼叫民主 但是民主派 捆綁投票 那件事是自打嘴巴 極不民主 說了什麼話 然後他就跟你說他沒有實 因為他們今次 策略 策略這一場是博弈 不是策略 可以這麼說 如果說了他們要改名 就不是民主派 是策略派 問什麼主 如果你說真正民主 現在陷入香港 所有都是做戲的 作狀的 什麼叫做選舉 沒有選舉 是陰點做了一場好戲好看的民主 是很多前戲的陰點 是的 是的 在國內 我們都叫他民主投票 不過叫做差額投票 那不是民主 任你說 起碼有一件事 就是上次堆倒了政改之後 可以保存到 就是暗票 還有一點神秘感 我就覺得多餘 我連這個神秘感 我也不要 什麼國內的民票 現在哪有神秘感 蕭公子 哪有神秘感 每個人都洋出來了 是的 是不是 民主三百家 三月頭 已經一早說了 上個星期跟你說 打開有牌 趕了很久 那我為什麼還要給你們投暗票 你這樣全部都是名票 還有今次的反應快了 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看著我寫的文章 不希望他低票當選 即時 昨晚已經兩百票歸了 昨晚這個要說 昨晚即時兩百票歸了 昨晚那個 曾生的造勢大會 另一個可能性 也是同樣是真的 就不關我的事了 就是他們看到曾生的造勢大會 那造勢大會這麼成功的話 就立刻在先前說 不肯 連接那些 什麼共聯會 全部歸了 有些人告訴我 是即食 是即食那些 他在說 這個很老資格的評論家 也是自由民主派 他說如果司徒華 或者李柱銘 當日走出來 都不夠曾生的氣勢 我沒有現場 我不知道 我沒有現場 五千多人 雖然是失敗 他說氣勢 他沒有說 他說 演唱會 鑽燈 但是我沒有現場 我不能說他是 因為說氣勢 一定是說現場 我現在看圖 你看圖 看到列寧演講 多厲害 原來那張圖是假的 那是正常的 共產黨最喜歡做宣傳 沒所謂 你當時哄大選 都可以暗示 是假的圖 對 就算毛主席 近時在天安門 都很混亂 不過你拍攝一攝一攝 就覺得很厲害 這就是導演的功力 對 所以很難說 所以我看到的 與其信一個人 不如信每一個人 不如信每一個人 對 你看了嗎 我看了 我看了 他一向都是說這句 但我不信他們每一個人 不如我想做一句 做一個新的版本出來 你與其信一個人 不如信一個制度 正確 為什麼現在還在搞個人崇拜 2017年 我剛才跟你吃飯說 這次最大的諷刺 就是你聚集民意 但你的民意 是無法在選票上反映到的 即是你 其實這群捧他出來 叫人尊重民意的人 最後是死在這個制度手上 但你捧個人偏偏 其實是不想改變這個制度 那你這群人 是不是要死得心甘情願 極其過癮的 即是 自己撲街 不要哭 但這個撲街 不是他自己撲街 他捆綁全香港人 那他又沒有均衡到你 有 怎樣均衡到你 如果 反過來來說 我退一萬步說 假如昨天的燭光悼念晚會 居然是真的聚集到民氣 而居然 共產黨突然之間 聽你民意 讓你當選 那831就要照跟 因為他是廣東明支持831 這是你所說的 還有他昨天在說 給龍和道一個新的意義 但當日你簽反戰中 你叫人先帶著 龍和道的那群人已經在抵抵 你全部有紀錄 你騙不到人 但曾俊華去否定 余慎運動 你可以說他從一而而中 他當時是簽了反對 但你今時今日推他出來的那群人 有些可能是支持余慎運動的 但你昨天出來 你就是否定了那七十九天 起碼我自己這樣看 因為為什麼 就是你那七十九天為甚麼 你是因為不滿 有831的框架 因為831這件事是極度荒謬 如果你跟831 現在基本上 你支持的曾俊華都入不了閘 胡國興都入不了閘 只有一個人會入閘 那個就是林鄭 不是的他都不夠六百 他會夠的 他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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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就夠了 其實你上街 昨天你可以拿個電話出來照燈 說支持他 你想想如果你支持他 他真的當選了 831他自己也沒得玩 但這次我覺得最慘的是 如果林鄭當選的話 你讓中共看到 你這幫人的底線其實是很低的 你不是真的要民主 你不是真的對831真的這麼煩 我覺得他早就看通了 早知道 阿爺都看通了 我剛才說了他 他公說贏自己是你輸 他怎麼贏的 但你不用自己這麼醜 你不需要給到出眾 他就出場 這是另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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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這麼出樣子 你明知道 你說公仔說出場 對 你為什麼要做到這麼賤格 就是用賤格兩個字表達 就是你這樣做 就是你這樣做 就是你這樣說 我們沒有人這樣說 就是賤格 我們想要別人插 不用擔心 這個包括民主派裡面 有某些兄弟節目 又包括建制派的兄弟節目 又包括本土派 有些人都是這樣 真的無需要做到這麼賤格 你不做事 你不出聲 沒有人說你咬 不出聲就算了 你明知這件事 你出聲 你沒有力氣 還有更加捱氣的就是 一些 有份投票給我支持的那個人 很明顯我支持誰 我支持公官 我們是支持那個人 我和你是 他兩位就未必是 但是 有份支持提名他的人 居然走出來說 他的歷史價值已經結束 他的作用已經結束 如果他的作用 是令到曾俊華的政綱 可以更加偏向泛民 更加回應市民的訴求的話 你怎麼會結束呢 其實還未結束 你一天未投票 你應該繼續結束 你不應該三月頭 就來跟我說 我們全部一致捆綁 就投給曾俊華 他還在說八三一 是我們香港的法律 在基本法裏面 你打開基本法 你找吧 哪裡寫八三一三個字 富家的任務金 僭建 但是未過立法會 如果不是那次等法叔 那件事怎麼會這麼好笑 因為法叔 都不去 我不舒服 那些你剛才說的 我都說了 他投白票 病 投白票 不是白票 對 你有八三就沒有暗票 你以為建制這樣有傻的嗎 你做炮灰就做炮灰 建制最厲害 他們也懂得自保 他們也懂得珍惜 很懂得自保 如果你看到 所有那些頭 全部沒有出聲 沒有出聲 曾先生出最多 那個曾先生出最多 然後 呂中英雄那幾個 有料沒有料都不出聲 那些公運 那些公主 那些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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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什麼 那些公運 我回應聽眾 H.C. Wong 說他沒有簽 就是說曾俊華沒有簽 反佔中 我告訴你曾俊華的競選辦自己回應簽了 即是他的競選辦選他 你搞清楚 到底誰沒有簽 因為昨天的7000多字 政協常委用了7000字去說他沒有簽 但他們自己競選辦回應 說他有簽 他說他強力譴責旺角魚蛋事件 還有他當日是極力遊說議員 要先待這個政改方案 其實誰沒有看到哪一段呢 說真的 現在很難審 因為他沒有空和你出來澄清 他不理你 明天就投票了 明天就投票了 你是傻子 不如心間摘你身 告訴你我是嗎 事後可以查到 那就真的 沒有所謂競選辦反應公開聲明 怎樣 競選辦反應公開聲明 競選辦又不會亂說話的 基本上競選辦沒有可能會有問題 除了一個競選辦沒有什麼競選辦會有問題 或是用減體字回覆 心聲嘆嘆 即是那個競選辦比較厲害 減體字是因為他寫那個機 沒有辦法有繁體字 沒有辦法有繁體字 是呀 聽到沒有看他的解釋 哇 真是 我想買那個機 即是整場競選裡面最有原則那件東西 沒有買不到那部機 真慘 不容易找的 他們才有的 我們沒有的 秘密武器 反而我擔心選完之後發生什麼事 我就覺得 但這個留得明天才說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我今天呢 是我這麼久以來終於睡到一覺 我剛才跟美女早年說 我終於睡到 天昏地暗 跨越時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去到今早 我日夜顛倒 我早上才睡 我是忠於死心 你竟然泛了一道氣 哀莫大於心死 即是我連本來 終於不用掛念 對 我連最後的懸念都沒有了 因為本來都還在覺得 如果你從習近平的角度 誰當選會最好呢 他作為一個開明的改革派 應該怎樣怎樣 但到最後呢 看完之後 就知道已經是沒有希望 沒有希望 當然 在一個心底裏面 在一個腦的後面 我都還是希望 會有奇蹟出現 但看來現在這個奇蹟 是比我中六合彩頭獎 更加難 更渺茫 基本盤已經提早表態了 所以昨天晚上數了六 差不多兩百票 我以為胡坤有多少票 你猜胡坤有多少票 你猜胡坤有多少票 有單位數字 現在數出來 是的 一定有票 但是 現在我看最重要的是 看看後面 大家都寫了一張紙 我想胡坤沒有寫的 其他寫了一張紙 其實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真真正正解決香港的 將來問題 這位友友 五年裏面會做什麼 我們呢 什麼都做不到的 不論林鄭或胡蘇仔 什麼都做不到的 你覺得什麼更加 難的 所以唯一 要破局的話 我不知道 會打算出什麼 因為明明是商界左右大局 而商界最希望的弱勢特首 而弱勢特首 他們想做什麼 延續賺錢方程式 那你認為他可以做什麼大事呢 除了多花錢之外 沒有的 政策上不會有改變的 你要提出政改局 也不會有改變的 還有民生方面 不會改變 民生方面 縮水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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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 退一萬步說 大家昨晚 人們看得很開心 很興奮 他們參加燭光悼念晚會 好感動 民主之父 好哭 民主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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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三一框架 支持八三一框架 你醒容一點就消總了 他幾個月內已經可以褪變成這樣 很厲害 但居然 大家又開心之餘 同時發生什麼事呢 就促使了那幾個大票倉 提早表態 提早表態 因為 說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會覺得沒有問題 任何人 如果有正常的心 而沒有被一個氣氛 去分途到自己猛了 其實你會知道 大哥 共產黨最怕的就是你有動員能力 最怕的就是你可以鼓動到一些人上街 最怕你有民意 最怕你有民意 連我都沒有民意 為什麼你可以有民意呢 所以你們要的奇蹟發生了 就是提早歸了林鄭邊 提早歸了林鄭邊 所以現在數出來 如果那群人不跳船的 那580個提名票 再加上昨晚正式歸邊建制的200票的話 現在說了七字頭的票數 會多過689 會多過689 大幅拋離了 700多了 未夠800 而且呢 就很符合這個 阿爺的想法 阿爺的想法 這次千萬不要少過689 這是指標 所以說 少過就結了 少過他都投注 他希望多過 多過了之後 就證明了另一件事 就是 原來呢 你們說什麼 阿莊爭都是假的 到頭來 越說 那邊就越高票 你越說越死得快 越死得快 其實未做之前 我和你都在說這件事 是啊 而且我覺得 阿次官說過的字 我很喜歡就是很賤格 如果 很賤格就是 很賤格就是 如果我在這場選舉 我是沒有票頭的 但我有犯人權 我有可以犯英文義的 那我當然要去到盡 說一盡點 讓你看到共產黨 我們香港人不是 都是強硬 我們有訴求 我們有要求 現在你這麼賤格到死了 我們很卑微 其實我們不是要民主 我們想要穩定 我們想要好多少少 那他又覺得 那我為什麼要給你 我選一個在衰 在衰裡面 選一個比較好 為什麼很衰 他沒有那麼衰 他沒有那麼衰 就好像那個女人 你不尊重自己 那那個男人 怎麼會尊重你 是啊 你那個要求做到這麼低 那當然是跟你地底下 我也是喜歡 你做到那麼賤 你做到那麼賤 不過找一個沒有那麼色的 不是不是 你多色色都可以 最終你肯付錢就可以 這樣 你現在 你現在 你賣相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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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所以為什麼 大哥我經過 我不是發給你的 我在街上拍了那張賤 說拒絕特首操控的 操控特首選舉 那幫民主三百家 那張一堆的車頭 上次在那裡 我一常見到 大哥你三月頭 你們自己 已經做了這件事 你不要跟我說 你策略 你不要跟我說 你無實 你是策略的 你站硬 跟共產黨鬥到最後 那個才是策略的 你就是說 我站硬 我是不會跟831的 我是要從他正說 我不要831 你這樣才是要站硬的 因為中央怕 中央說 管治成本 那時候 在梁振英 應該是高了 因為有七十九月佔領 但現在 如果你們這群人 否定了七十九月 他們就覺得 OK 搞定了 你們其實都不是 真的站得那麼困難 即是不用本 對 難怪林振英 這麼風涼 所以他就說 你只是說願景 他這麼多語言 他最像人話 就是這一句 他五年來最像人話 可能他一輩子 最像人話 就是這一句 他說 我跟你說 公共發財有什麼分別 你會不會多了錢 即是 你們要支持曾俊華 沒有問題 如果你是覺得 831 都照去 OK 我只要 不想香港撕裂 我不想要香港有這個 有這個鬥爭 那你回想 為何會有撕裂 為何會有鬥爭 是因為831框架 如果不是 你猜那麼多人 這麼空閒睡 奇怪在這一刻 人們都未曾答應你 在那裏交換條件 為何你這麼快要去 all in 是嗎 很奇怪 很奇怪 未曾到 就叫定床 你明白嗎 有這樣的 你沒試過 我試過 事官聰明 金拜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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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有一個聽眾說得很好 他說三百家被網媒夾 那你糟了 被網媒夾 網媒夾 這麼大力嗎 如果網媒都可以夾到你們三百家 那共產黨不用出手 風吹 這樣已經倒閉了 那應該網媒所有 網媒都拿個荷蘭水蓋 網媒怎麼夾 日日在這裡吹 五毛而已 那些三個數目字 五毛是視乎你的行動 很多間 兩個字 五毛是視乎你的行動 這個沒所謂 講來講去 最後那些都是有利益 沒有利益 我又不相信 一定有利益 但是你這樣說 會被人說你 主心論沒有證據 香港人很快脆忘記 快脆脆 那你之前也說過 你畫鬼腳 你畫得出來的 誰後面是誰 你們可能只是聽節目 你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是做節目 和我們是認識的 我知道他們是認識那個人 認識了很多年 我們就知道 背後的金主是什麼人 所以 那個誰有控制你的金主 就會有在你的決定 正如你做事 你上班 你不能動腳上台 你不能打遊戲 因為你老闆 是在你的金主 所以他就影響到你的行為 很簡單 而我們這個台 唯一的後台就是 咦 什麼後台 反正我這次又覺得 英明一世的肥佬黎 又做錯了一件事 他不需要用寫 他不做也行 他不做也行 反而把自己的底牌 把牆都翻出去給人看 為什麼他這麼心急 又不是危機 又不是危險 大使定 到今天看到 是定了 那用什麼勞動 你大老闆 你有沒有聽到胡官怎麼說 說他連兩個神主牌都搬出來 就是不需要 就是黎智英和李柱銘 為什麼要做到這麼賤格 為什麼要做到這麼賤格 奇怪 很奇怪 跌破底價 我不是說跌破底價 現在只是一條女 你明明很欠嫁 然後是欠到出面 隨便沒有嫁妝 擺明生花樓都嫁 貼了錢 貼了錢 貼了大床 你有花樓 你有性病 抹期癌症 你沒有遺產留給我 都不重要 我只是想要嫁 你惹到我一生都是 都不重要 總之我就要嫁 不用擺酒 你和我簽字可以 又不用介紹 介紹給我 OK 給你都不要 我覺得次官不會要 那倒是 最奇怪的是 這些大媽傻 也好 後面有些傳媒力量的人 也好 有些身份地位也好 以前建築的地位也好 為什麼這次 這麼簡單的情況 大家會很忙 很急於無奈 幾個可能性 一個就好像 一個就好像 呂黃華齋 可能是利益共同體 我另外一個分析 就是一個豪賭 怎麼豪賭 怕輸 他已經輸了很多事情 發明那群人 再頭裡又贏 一賠 是他輸硬 唯有搏一拳 盡地一拳 但我覺得他們 今次痴心錯乎 他沒有選擇 他不跳 他跳到哪邊 現在他知道沒有人出 他有選擇 他的選擇就是 你不要揭起裙子給別人看 你是輸 更加不能讓別人看得 你輸過壞樣 輸人不要輸 另一件過案 接下來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所以為什麼 看遠一點 可能會明白什麼事 他們到底扭什麼態 你留在他前面有沒有roadblock 因為接下來的大問題 就是立法會補選 這兩個 補選就不止 你只想想 劉小麗那些 沒錯 劉小麗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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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新東 不要忘記是三個位 不是兩個位 所以接下來的 先新東 還有跟著梁油那兩個位 所以其實 如果繼續推進 鬥爭路線 隨時還有四個位 可以刺出來的 那就多了 那就有七個了 所以變成 其實根本 你看到那個 心態 就是說 立法會的 補選是一件大件事 來的 上一次DQ的動作 你已經看到 其實他們都已經 很尷尬 撐還是不撐 撐還是不撐 是否同路人 都說不出那句 是否籌先至上訴 也說不出 譴責還是不譴責 也說不出 所以 你看一下 整個選舉形勢 就是 火燒後欄 所以他沒有辦法不豪賭 我分析就是豪賭 我先假設 是否好像呂王所說 是因為背後有利益共同體 所以他不歸必不可以 問題是 你看一下 唯一合理的邏輯解釋就是 他總有些事情要搏 搏到要跌破底價 都要去搏 搏到是怎樣 搏到是怎樣 搏到的話 他拿回光環 這個很重要 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胡官沒有說錯 如果你說 或者完全沒有原則的話 可以沒有問題 你改名就不要叫做繁民派 又不要叫做民主派 又叫做策略派 以策略來計 你的策略是什麼 家科 如果已經不再講原則了 你的策略要找什麼 如果他們利用了胡官 胡官已經爆向後 我早就已經說了 利用胡官入閘 就是逼迫胡蘇仔 交支票給你 他沒有簽到支票 拿到別的東西 如果逼不到胡蘇仔交支票 胡蘇仔可以交到什麼給你 如果你是一個投資回報的角度來看 亦都就是說 犧牲胡蘇仔也不要緊 我簡直可以預測這件事 泛民會不知道 犧牲胡蘇仔 因為全民給林鄭 甚至是一個強勢特首 對於泛民來說 不是一件壞事 只要這個特首 是繼續梁振英的鬥爭路線的話 那些泛民依然有光環 而他們現在是重建大台 到時大台沒有本土派 那就全民給自己 所以這純粹是一個 所謂的博弈理論 第一 泛民那些人 沒有理由知道還是不知道 到底胡蘇仔贏得還是不贏 你數吧 你怎麼數都知道贏不到 就算是全民三百 你還欠三百 你哪裏找三百回來 很明顯 鐵票一定不會給你的 即是那些什麼工聯會 那些工字塔 文字塔 還有就是政協人大 沒有理由給你的 商界會不會給你 泛民是沒有東西跟商界交換的 也就是說 他那些三百票是沒有腳的 是沒有著落的 沒有根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來全民進去 他博的是什麼 他總有些東西想拿走 也就是說 你看看昨晚的造勢大會 其實就是這件事 光環 我們一向都說 泛民是靠光環賺食的 很明顯 龍和道班 那些人再定義 就變成人血饅頭 所以現在 那兩個神主派 自己折出來 是嗎 因為他已經被封層了 他現在發覺 出來立立 可以散 那些不是沒有用的 那些是過其春藥 吃了都不靈 那些是不靈的 是沒有用的 是沒有用的 心理作用 是沒有用的 大家都知道 找水送、找酒送、找火酒送 都沒有用的 過了期的了 那你說騙自己 那顆東西很有用的 碰碰口水都會變真到神丹 那你自己騙自己 實際上是過了期的了 這個呢 所以我又不太贊成 這個是 我們說 一個人玩 玩到沒什麼玩 玩回頭 就 一定要做些事情出來 臨美燒炮獎 最後一拔一拔 濕彩炮獎 一拔一拔 以後呢 我擔保你 肥仔沒什麼再說 我擔保你後面那些 那些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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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都不用了 說策略了 你放下去也沒用 因為你完全不能夠感動人 不能夠領導人 沒有人相信你 昨天那些人很冷靜感動 很哭了 為了我們的香港 不是相信你兩位 神主牌 是相信胡蘇佬 所以現在我留著胡蘇佬也不剪 剪下面才遲 事官 正正正難得有新女下海 大哥 你民主之父已經變了一條柴 然後那兩個招牌已經黑了 那你找誰來散招牌 因為難得你有新女下海 但是最慘 最慘就是你本身都滑了 但你推出來的那個 其實又不是很合理 你們之前所謂的民主訴求 有人感動就行了 扮球有人感動 情長無真愛 寬場無真愛 寬場無真愛 那些人有幾樣東西收貨 不能說 那些人收貨 你明白 什麼叫基本盤 OK 他如果看著呂王 聽說是不能推銷 他呂王不是傻 我一向都說 結兵 你推銷我沒用 那問題就是 他有個基本盤要維護 接下來兩個大挑戰 立法會開局什麼樣子 你不知道 最要命的就是 你真的有很多個位置 你要補選 你走不掉 那樣東西 所以就是說 他不能夠不維護基本盤 那今次有新女下海 胡蘇仔 那麼多人感動 叫做搶了一個建制的人過來 那是去年遲 聽這樣說 其實沒有搶到 那一個個都不是建制 那一個個都不是建制 你調轉鏡頭 二十年前 等著陳四萬過來 忽然間變了民主阿麻 忽然間變了民主阿麻 那大哥 明明他坐在那裡 紅泡泡看著你主權移交的 你當他是什麼 那就是說 有 翻炒也是一條舊章 我不想大分 給陳四萬 抵脈四萬又出來 受選票 厲害 現在那個是沒有 你難保一下 不是補選 已經說了 有人爆開口說了這件事 薯片會出來選 不知道的 如果他依然是翻炒陳四萬 那條票 這個設實補 有機會補選 他會出來 那你找誰來做票 我找了我的兒子 設實補貼壞街坊 我真的不信 我唯一一個兒子還沒閹 太霸雲了 我出了他 和你豪賭 我真的不信 你長毛都說了 我明明說不會 長毛看死 長毛退休 不是長毛看死 算是不會 他輸了 他不會出來做反對派領袖 第一 他沒有膽子 但薯片出來才對他自己有什麼好處 沒有的 那為什麼要出來做社會私人機構 不是更好 是啊 他坐在一旁 帶人出來說兩句話 可能更好 你做淺事 你還清高一點 你出來就爛了 會打男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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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贏 可以贏到貼地 找個洞都捐不錢 他贏他就是贏民主師傅 輸他就是受害者 沒有民意 現在最好就是 我現在見你們的薯粉 叫他出來選 明天可能就是他一生人 六十多歲 最光榮的人 就選不到 是 所以為什麼要做多 下一次選不到 如果是你那個廣告 都選不到 那天是最醜的一天 是 所以為什麼要找 自己過了最光榮的一天 還要去走過最醜的人 你寧願不要拿獎 令人覺得 人家覺得 人家覺得你不值 都比拿一個獎 人家覺得你不值 沒錯 這個 殺頭也要找個時機 正如你們是要策略 你們是要務實 那你當然是選一個 最符合你們訴求的人 而不是選一個 他根本沒有答應過你 他會做什麼 然後你就會覺得 很感動 就是這樣 喊生喊世 人家真的覺得 你沒有喊這麼近 不是吧 喊生喊世 我跟你不是很熟 你來 我又覺得 我不抗拒 這是加菲和奧迪的分別 加菲不會是喊你的 是嗎 奧迪才會喊你的 其實 這個最後勝利就是 阿爺 一向都是壞他的 公是贏的 我只是想幫泛民解釋一下 是不是笨成這樣 用賤來形容呢 唯一可能解釋到的 就是他有策略 如果用策略分析來看 如果你們認為這個策略都不合理 我回到施官說 只不過是犯賤 沒有胡提句 沒有分析的 對不起 就是賤 我是冷血到鼻 我是結冰的 在這麼惡劣的情況下 我還會幫泛民說好說話 希望我先假設他有陰謀 但是蕭峰子說他有一種道理 因為現在這個薯片變了民主之父 那麼他圍內那一群的民主派 他是受到一種連帶的光環 還可以反映到 反映到 所以你發覺最近有一些泛民的人 是很喜歡出來做網台 特別是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網台 譬如說那些姓正的被人解釋 那些都出來做網台 那些半隻腳已經入了棺材 那些都要彈出來 是啊 我可以說自己參加選 選特首 你相信 說一下你就相信 忽然回春 我不是說氣氣 有機會還揚 整個香港都像春藥一樣 昨天那場 剛才蕭峰子說完之後 即是訪言大悟 因為我們之前一直覺得 大哥你們不是不覺得 共產黨看到你這樣 他更加馬上幫你打釘 你的官材立即打釘 我立即看到 吻啊 吻啊 不是打釘就打了 你現在吻分 吻另一條旁 吻一條旁 closing 吻還有一條旁 吻 hav think 昨天才ûsd 你當作是突然開始 不要當是很興奮的事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缺乏愛 要出來看 這個合理解釋您 我愛的香港是這樣的 我覺得很開心 有一件事我都很安慰 幸好沒有唱詩生 應該唱民主會戰勝歸來 不如去驗風采 應該拿民主女神像出來 平反六四 結束一島專政 平反六四 自發了毛 慘 昨晚是Hurlandvik 那我現在重建大台 有新的意義 昨晚那場不是六四燭光晚會嗎? 他說有新的意義 第一搬到的地方去龍和都 你知不知道我跟早年私底下說 很糟糕 燭光悼念曾俊華的仕途晚會 預先悼念事件 預先悼念 因為我剛才說 這樣斬頭是最光明的 反而你後來捧他上去做皇帝 他最羞辱的 現在反正都是在市場喝頭 最光明的那天 始觀說得對 因為每一次特首都是高民亡當選 慢慢跌下去 但是你如果曾俊華感就明流 就是明星的意思 他就永遠那個很近 但足不道 但是別人覺得如果他選了香港回頭 永遠有一個美好的幻想 好像有些明星那些 可能早死的 你永遠記得他最好的那一面 你不會看到他老 看到他殘 他人間見白頭 最好是這樣死 所以不用指望他會出來做反對派領袖 不會的 一抽筋 就剛剛30歲左右 就在蔡市場斬頭 他成為革命女英雄 給多幾年他 革命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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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 世事政治就是這樣 很多人就不覺得 就認為這樣 就自己吃鴉片 自己吃 狠狠了 狠狠了 我們昨天不是說 兩個人在那裡聊 昨天就狠狠了 整個人狠狠了 但我們的美女嘉賓 沒有講錯一個評論 就是有很多熱慮 營康的人 出於真心的狠狠 需要被愛 很需要被愛 那幾年他們很空虛 需要一個人 需要一個形象 去投射 一定要投射 等於這個世界 即是上帝要被耶穌降世 要人的形象 一定有光環 一定有一種光 真光假光 A4光都好 是光 但是 宗教不能沒有神 但我跟早天講 最激氣的地方就是 你一定要選一個神 你都選一個合理的神 你選一個神 它是要符合你們的訴求 你去回 喂 三年前 你去簽反佔中 然後你昨天走去龍和道抽水 你叫我情何以堪 我想問 Jo這個分析是對的 因為當你極度需要愛的時候 清龍教也有人相信 沒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誰信聖交轉運 聖交轉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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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他們癡心錯誤 Baby我其實覺得聖交轉運的受害者 其實是想聖交的 他不想轉運的 OK 其實那一刻他已經在轉運 因為他已經在轉運了很久 他已經在轉運了很久 他在轉運了很久 他在轉運了很久 你說是那個受害還是那個 其實那個神君真的是受害者 果然符合這個禁室的主題 就是那個禁室 有些味道了 開始 對的 我也覺得對的 我們真的是 那是dry了幾年 沒辦法的 如果你是那麼dry 為什麼你不幫林鄭高選 之後大家可以再出來接你 那個是沒有的 那個是沙漠來的 直想說他更dry 完全沒有任何的幻想在他身上 因為失敗了 因為他看到他已經見不見了 他不是出來安慰你的 他不是出來安慰你的 他硬盤盤是做事的 你說他是奶媽 他說得不明是技術人 奶什麼媽 全都掉了 奶什麼媽 真的已經收了 他全都掉了 根本沒有任何資源給你的 那個沙漠連綠洲都沒有了 沒有的 海事神龍都沒有 你說沒有什麼滋潤的名 你幻想就是海事神龍 其實是火星表面 哇 他幾離地這個名的 他來上火星 一定要這樣說話 大家再貴責他 人家浪費自己的心 浪費你枉費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本身就是因為 他來參選的時候都說了 因為 六八九不做 所以我來做 為人民的福祉 什麼福祉呢 為了老闆 交付了一個責任給我 那些老闆 他用了一個代號叫天主 不過你呢 就認為你的天主就是God 原來他的天主是那個 天子 天子 不是天子 不是天子 天子 是天子 是交給他 那他就用來做 他都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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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壽命 林毅壽命 他近時就準備 回去跟我老公 攬頭攬計 準備退休 我都說了 都說了 都這麼吵 整家人都拿了護照 去了英國 準備買房子 在倫敦附近 你應該買了 買了 那你現在 很可憐 另外一個 用一點點 同情心 反而覺得這個女子 前五年退休而已 很辛苦 有什麼人罵 做什麼 那就不辛苦了 做什麼 就變成做好這份工作 這份工作 我數過了 我老友 阿伯伯 阿董伯伯 把腳痛走 買了一張照片 就被人 兜頭兜面 睡視 你有沒有看到那張照片 茶爪不足 包括同學 警務處長 最終的那個 都要站在那裡被人罵 第二個 阿曾先生 那七年 現在就在裡面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電視 看了電視 看了電視 真的吐血 真的打了一份工作 你還沒叫他隔離房 真可憐 雖然他現在單人相處 但是很辛苦 可能在裡面跟肥龍很好聊 在裡面 是不是 早上跑步 會看到 大肚子和病相連 馬上變成朋友 肥龍是他用的 肥龍是他用的 肥龍 我知道 他那時候說 一定要肥龍出來做這個 找他出身 因為他才能幫到他 所以在裡面聊聊天 現在應該 觸一下棋 你又想 嘩 如果這樣都可以 林鴻鴻應該不要出來煮 對 配一下他 鬥地主 什麼都好 都還是爭值 鬥地主不用 聽說一下鼓也好 聽說Dream Care說鼓也好 聽說Dream Care說鼓也好 是 他走了 我說請他回來 對 下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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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大筆又想爆 對 他大筆又想爆 第三 就是梁鴻鴻 被人又開始罵 找柴狼 找不知什麼公仔 罵到今天 喔 龍姆西 對 龍姆西 龍姆西 是粗口來的 是啊 那他真的寫著這樣的名字 是啊 他真的是龍姆西 瘋了你龍姆西 沒錯 沒有出動詞 沒有出動詞 全都是粗口來的 是 被人罵到這樣 是 今天呢 還頭呆呆面黑黑 是 那副尊容呢 沒有一幅照片出來 我沒見過做一個領袖 是視視正正 光光彩彩的照片 嗯 沒有一幅照片 什麼雜誌 什麼報紙 都是最壞的樣子 灰頭肚臉 灰頭肚臉 所以我們近時叫做 糟口糟臉 哈哈 女人呢 就歪眼叫做 西有西面 哈哈 真的啊 不是開玩笑 那再做這個 你也知道 第四個人 你會是什麼 要不就腳動 腳痛 要不就入策 要不就灰頭肺臉 那你再要做 你說是不是值得可憐呢 一定是的 而且呢 每一步加深 第四任呢 誰做都死的了 即是像Henry VIII 有六個老婆 不是斬頭 就是離婚 或者是病人死的 是啊 命運就是這樣 你選吧 你想做皇后嘛 你選吧 就去倫敦塔 然後最後一個 就變成私人看護 最後一個就是 終於等到他死了 是啊 是啊 很可憐 這樣就不是因為 這樣共產黨 推個女人去死嗎 不知道 任何人做這個位置 都是受傷害有問題 因為拒絕的 三殺位嘛 各有死因嘛 董伯伯死了8萬5 八萬二十三條 八萬五就是 梁振英對他的 是啊 這麼可憐 董伯伯死了 八萬五當然是二十三條 然後 鋪胎呢 就是死了 玩大了 他玩靜蓋 然後呢 他最壞呢 他最壞呢 第一件事 如果我做他 他親屬有別 立刻扔掉那個荷蘭水蓋 沒有啊 最後一天 那個爵士的荷蘭水蓋 那是一個爵棋來的 就是啊 那個扔不切 一換旗就扔掉 都不是那個旗 你愛那個荷蘭水蓋 幹嘛呢 是戀直的嘛 那你不要做 那你不要做 你喜歡荷蘭水蓋 就回到英國 包不會有害到你的 怎樣拉你去坐牢 你爵士不敢拉你去坐牢 他想要sir sir好聽的 sir sir sir呢 就要回英國 sir 你去香港就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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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做來把鬼嗎 傻 傻 所以林鄭可能會學 學精乖 哪有精乖 最厲害的那個 他學到 就是穿紅衫那個 阿四曼 嗯 最厲害的 他如果做到阿四曼 已經很厲害了 更厲害 他就應該不做 學一下鄧蓮如 回去英國 回國 他的林鄭是授命的 那你就可以不授命 這個命 我現在授你的命 大哥 你看看最新的那套十戒 是嗎 阿主經常跟摩西說 叫他做什麼做什麼 摩西都懂得擲他的 擺明 有幾段時間 不理他 有你說的 他走了去的 對嗎 我叫你做 你還可以不做 這個位置做什麼 是耶穌一定要做 鬼叫你是個兒子 不是 一定要做 所以 被人瘋打 被人拼十字架 他都要 他都慘 他都要 硬吃 硬吃 黑西美尼園都要祈禱 好 求你 老爸 不要要我做這份 不要做這份事都不行 不是重不重手 直接求不做 臨急 引退 都不行 逼著做 如果去到那個階段 你可以 但是林鄭不是 可以不做 他真的說林鄭仇明 為什麼你要做 講到做到6月30日 講到不會選特首 然後就出來反而複蝕 是不是 這是原案 不是不用原案 大根明 貪圖 貪圖 權力 亂賺 亂賺權力 還有什麼 解釋 除非有一個很特別的任務 是他才做得來的 我又不相信 這是誰帶人給他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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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我朋友的選擇 未必一定是 但是 問題是 如果你改變路線 找 我們不是叫做奶媽 叫做什麼媽 我們在廁所 你慢慢想 吵 吵 神前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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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未必一定有 方法 真是 真是 硬了 如果再一次 扔磚 真的會硬了 大家的問題是 689 這五年將香港 是 推向某一個軌道 如果 你一個人什麼都不做 其實好像一輛車 走一個方向 你真的要一個人 扭正 他不扭正 其實都是慢慢繼續 這樣去 所以不是 教育 那些年輕人 就說他才是民主之父 是啊 他使得大家 啟蒙 其實很多人水深火熱 現在很多人水深火熱 你要用 出 比普通多一點力 才可以 撥一撥回去整理 你不能再跟以前那一套 那就是 如果我們就不會有雨傘 不會有佔中 這個很簡單 如果我做政府 一定要想一想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她做商學士 一個這麼有前途的女生 就走去扔磚 他又不是準備扔哪個人 他也說不出扔哪個人 也不是他獨特一個 是獨特一個 是獨特一個 其他的人都是 有文化水準的 又不是完全一脫牛市 又不是那麼容易被人騷動 騷擾到他出去做 那這幫人一定是有一個 他自己內心不分 是啊 究竟什麼呢 為什麼不回歧呢 不是不是 有人回歧了 不是 政府為什麼不回歧 其實沒有跟你反歧了 但他不理 最新的研究結果 其實阿爺是害怕到鼻孔也沒肉 當然了 因為已經有智庫幫忙 跟了這件事 由雨傘學跟到現在 而最過癮的趨勢分析 就是這群精英 真是全香港那個年紀 那群精英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反建制的 亦都就是說 他那個年齡斷層 真是可以說到此為止 那現在問題就是 人這個都是現象 怎樣的現象後面 是一個什麼原因 所以就多謝六八九 真是民主之父的醒覺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呢 後面的原因 你說遠恩近恩 很多事情可以說 有沒有扭住一回事 有沒有訪爆 看著那群人 拖著長角 是為偶的 那群人有什麼事 那些政府應該關心 關心不了 因為他不打算承認有問題 那就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他承認有問題 他就不會落閘八三一 即是根本不承認有問題 八三一就是要把這件事 扭到他自己最有利的一方面 他不會解決這個問題 而呢 好像吃藥一樣 用藥 用最強烈的藥 來蓋住那個病 他沒有看到 蓋住病徵 蓋住病徵 將病徵 這是通的 不是啊 病徵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 這個有個名字 或者病人死了都可以當沒有了病 這個有個名字 在口下學就叫做折箭法 他說那些人中了箭 你知道他中箭要救他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將那把箭拔了 折開了 折斷 折斷 那箭鎚在他腦裡就看不到 用膠布貼著就看不到 看不到就折了箭 當沒有受過傷 折箭法 但實際上那些箭在裏面 仍然生瘦 仍然折 將來會發炎 就一直 破傷風 不知道什麼事 總之後面 那樣東西 現在就是這個問題 我就問你這個問題 為什麼 折箭法折了箭就算了 因為那些智庫說了 阿爺都不相信 或是不受 不受得 不受得 這是最明顯的 原因就是那些年輕人 不是為了沒有扭住 不是為了物質上的 或是作反 他們是覺得你答應了 他有港人自治 這一下 你不交貨 是一個形而上的氣憤 是一個意識形態 是意識形態 你沒有辦法 可以用物質來跟他交換 但是共產黨看的就是很實際 都是看實際的利益 他是唯物主義 但是他不明白人有理念 他不覺得人有理想 所以大家都不是說同一種語言 所以為什麼就是他不肯 甚至不能夠承認 很簡單 如果他要承認這件事的話 他難道真的給你自治 他不可以 要不然他就不會落雜 所以我跟蕭公子在說的一件事 早前也聽我說了一萬次 如果你從習近平的角度去看 其實我一直覺得是應該被胡官做的 因為他用五年時間 把香港一個在西環手中弄得很混亂的垃圾桿 撿回一隻 唯一有機會 給他全力控制香港 把所有的招皮 所有的糟糕 所有的糟糕 全部推回西環江派那邊 你吃掉它 因為我是開明的君主 現在呢 831行行行行 重啟 因為其實我也知道這件事 所以你找一個人出來跟我合一台戲 那我就給你重啟 但是原來 他們是可以達成一個共識 達成一個交易 不要緊 我繼續給你的人去做 林鄭 但是我們原來是個籌碼 全香港都是籌碼 我們什麼時候不覺意變成籌碼 你突然之間 你又不想做你的開明君主 你又突然之間不想做改革派 所以為什麼 本土派那些小朋友 說要跟那些老凡民老鬼割蓆 就是這個意思 他們做了20年籌碼 自出糧胎那天回歸 開始計到現在 他們都是籌碼 你想想他們是氣不氣 有什麼辦法不拆你大台 問題就是 除了共產黨不肯承認這件事之外 現在泛民也不肯承認 明白嗎 他們說是不能夠 就是 容許分裂的 一定要跟回泛民之頂 一定要全入 那又是回到大台的 但是你用時間證明 證明了給別人看 沒用 這五年證明不了 不夠時候證明 也證明不了 就是說 現在仍然是貼著傷口 傷口裡面仍然發炎 這五年還發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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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五年一定是致命的 這五年 我認為這五年 誰做現在大家知道 這五年明天宣布之後 從那個時刻開始 一直數365日三回這樣數 這五年一定會我以前的任何二十年 一定會我過 是處理不了那些年輕人的問題 我的問題就是 越來越分裂 越來越 香港拆開 越來越多問題 因為你那個基本問題不解決 後面引申的問題完全出來 其實一切問題是源於整治 源於那個原來的分歧 剛才說了 我都不敢說你講了最好 你高見 我一向都是結兵 你最大膽 那些問題會引起到後面 你後面會說什麼 教育問題 醫療問題 社會福利問題 一會又說金融問題 那些是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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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經國佬洗腦洗得很厲害 英國佬洗腦洗得很厲害 那些是說一句 又說小政府大市場 好像市場決定政府的一切行為 射得盡 大市場小政府 少不政府 少是少 不過不是獨小 是 是 是 就是這樣 信者得救 我不是悲觀 我真的這麼想 我是真的悲觀 我也說 終於睡到的原因 是因為 已經覺得 沒有懸念 當然 我再說 我還是希望 會有奇蹟出現 有一個轉移 過了這一關之後 就像脫皮一樣 你又去另一個昇華的階段 可能會像我一樣 遲早沒有感覺 不是沒有感覺 不是沒有 但是會酷一點 起碼不會有這種執著 你明白嗎 胡官今天還會有少少怨氣 說被人利用了 其實你有聽我說 兩三個禮拜前已經說了 為甚麼 為甚麼 他是用來逼胡蘇貞 出支票 用完就丟 他還有單位的票 已經算撿到 已經說了 但胡官還是看不開 我講了很多次 他還看不開 有他的長處 完全沒有的 只是拿著這支旗 叫正 已經有了 對 正有正事 我覺得這次胡官 有一個作用 就是令到很多 一些真的 還有民主訴求的人 支持他 或者會發覺 我 我明白 有些人要支持真俊 但我心裏是覺得 那條路不是我的政治訴求 就變了 分類了出來 其實很重要的 象徵意義是甚麼 香港不是所有人都蠢了 還有人會想 會不會有胡官 這些人出來 真的跟你說原則 真的跟你說法治 所以我剛才吃飯 跟呂王說 我覺得胡官這次 被別人說 但我覺得他的作用 是比上一屆何盡人 前一屆何盡人 你得大很多 你得大很多 因為他真的可以很盡 因為他真的可以很盡 你沒有包袱 你可以說得很盡 但問題是 你說中了很多人的心態 真的有人夠膽 在一個中央控制內定的事情 究竟說一句說話 對 即是說一句說話 即是開到一個話盒子 說22條立法其實是可行的 是否一國之下要補兩制 即是留民主黨 專注英國 絕發兩條說派對 誰派對呢 所以反而這個會帶到去哪裏 我覺得很過癮 跨世紀、跨世代的融合點 一個fusion和接合點在哪裏 我經常說本土派有些人不讀書 有讀書的話 其實他嘗試抄一下胡官的政綱 很多東西可以抄襲 尤其是22條立法那一下 很多傻子到現在都沒有人說過 不知道有這個 他不讀書 還有呢 我另外一個 你說的象徵意 我另外想過了 又看透了 我看另外一寫劇本 寫不寫之寫 不寫之寫 就不用寫到明 不畫出牆 不畫出牆 留白 你便想到 這個正字的相反是甚麼呢 壞 不是 邪 正邪 正邪就不兩立 正劍就不邪 車公爆了 邪的不能就姓正 其實是說 我是說正 就是說 我的兩分法之下 沒有寫的 沒有寫的 對現在就是 全部都是邪 對 那便說完了 他沒有說你邪 這個作用很大 如果你不認識到他後面 不寫之寫 你就不知道後面是邪 正如我昨天說 其實最重要的是 之前其實沒有一個 reference point 你不知道正是甚麼意思 蕭公司說這件事 我覺得很重 就是 特別次官說正邪 這兩件事 正路 其實只有一條 沒有 一條 你走錯 十九幾條路 你是一條正路 你走七八九十條路 都是邪 都是歪道 都是不好的 六八九條路 六八八十九條路 五七九條路 都是邪路 都是邪路 所以解決到香港 可能就是這一條路 是啊 就是這樣 他說他自己靜之後 拿著其他人 要了解到 券不捨之寫 我心裏面是多謝胡冠 他出來說 那些人說沒有包覆 但我只有有人敢說 不止夠膽簡單 而是的而且確是補充了 很多填充的位置 是啊 你要解決 其中一樣東西 被年輕人差了那麼久 就是說 他一向都是為了一個光環 他的口號 為了一個中國的民主法 來搞香港的事 所以變成那些年輕人 是發覺為什麼 你交不了貨 是因為下面是沒有東西落地的 你想想 二十二條這麼明顯的東西 除了胡冠 那些泛民 二十年來沒有說過 二十二條以外 他還說了二十七條 那些人爭論 胡冠不是也是建制 他不是一樣要立二十三條 但問題是 二十三條的前設是什麼 對等的 是啊 譬如說 我們大家都會死的 那不代表 你現在就開始戒自己 然後報仇報食 然後自己會害自己 是啊 因為你可以不死之前 做植物人 可能在死之前 你可以坐輪椅 你可以很慘 你可以中風 我們現在就是 我知道我們這個 一國兩制 只剩下三十年 那這三十年 到底是做植物人 你是坐輪椅 還是你可以走得 吃得 走得 就是看你今次的表態 但是你一全家產 居然選了一個 去支持一個 整個燭光晚會 去支持 悼念 提早悼念 香港已死 OK 支持八十一框架 跟你說 不立二十二 沒有說立二十七條 因為二十三條 是真的走不掉的 保障一國 但是你的兩制 有誰提出過 會不會保障 所以蕭公子你說 那些年輕人去反民主迴歸 炮壞他們 你經常說 泛民都是建制一部份 你入了建制裏 你有沒有能力 用建制 在小的位置 可以拿回一些東西 胡官這次說得很簡單 你看一下基本法 我就是入建制 但是我又有本事 用建制上面的手段 立條法 去跟我們板回一些事情 但是你民主派是做不到 那你很難怪我不支持你們 你們在這裏狂 說文革式批鬥 我們這些不支持你的人 你有沒有給予一個理由 是令我覺得 我的意識形態 是跟你一樣呢 所以這些文革式批鬥 我從來都不怕 見得多 那我不用管 反正我的台 不用收人錢 我反而就是 再看遠一點 就是選舉過後 會發生什麼事 我就會反而感受到 有一個跨世代的接軌 就是胡官現在開始燃起那些火頭 那些年輕人會被拘捕 你現在這些老販民 拘捕不要緊 反正都是陪葬 大家不要緊 火燒得旺一點 問題是 那些年輕人 是應該支持 看到胡官所說的 是要開始抄襲他的政綱 有些事情 這件事真的有課交到 所以說是否完全futile 完全沒有作用 我覺得不是 完全不是 但是起碼有一個這樣的人 說正路的版本 和一家科 誰會去抄呢 這是後話 是的 起碼你經常說 不可以一步到位 但是下一步怎麼走呢 我覺得胡官給了那一步 你起碼要方向先 而不是民主派講過一步 在我心目中 我這次在民主派 看到的 是懦弱 是的 還有沒有腰骨 下次官的說法就是 賤 賤 沒有一個好字 兩文三語是賤 不論你們是因為被網台夾 所以提早表態 還是蕭公司說 他們為了自己的選票 那你也是廢 為什麼你是廢 我們 只要你們 這幫有識之士 能夠有這麼多年的抗爭經驗 能夠帶一條路出來 為什麼你這條路 根本走在哪裡 你走過第一步是思思叔叔 還是挺起空堂 是很大的分別 你昨天說了一個很好的比喻 我們說一下車那個 我覺得這件事有點像 上大帽山的人看霜 像現在六八九車載我們上山 我們現在下不了山 不知道怎樣 困在那裡 那這幫人 泛民覺得 胡蘇貞 好像有一輛巴士賣來 但巴士說明 其實我不是再下山 我其實都會繞來繞去 你們就為了取年 就說 我們先上去 我們上去坐在那裡 我們就可以想到方法 但其實它不會去到哪裡 你不是去到什麼地方 我的比喻更賤 我的比喻就是 走了很久 然後說很累 很累 在日本經歷 很累很累 然後又不想自己 暗閃進去咖啡廳 因為是貴的 看到一輛車 經過我 有輪子的 然後就求他讓我上車 其實那輛車 不是我比喻 那輛車就說 其實我打完劫的 我車被出為兩條死屍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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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清白的 沒問題的 警察就算查到 都不會當我是你的同類 right 後面的故事就是 走了兩步之後 有警察圍著 是呀 就肥死了 船車的人 包括乘坐信風車的人 有兩種說法 如果香港人那麼累 你不欠再去盡點 但不是他們選擇了累 他們就選擇了一個 Easy way out Easy way out 是的 就是那句 缺乏愛 醫學上可能有個專任名詞 叫做 五行缺愛濫膠症 是的 講了多久 還有三分鐘 還有三分鐘25分鐘 剛剛表演 有人就說 還是希望明天爆冷 我當然是很希望爆冷 沒有冷爆 很希望 他爆什麼方向 爆胡官出來 大家開心點 真的不敢 沒有冷爆的 但問題是 按分析來 你爆了胡蘇仔出來 曾俊華當選 都爆不了的 你可以拿到什麼東西呢 可以拿到什麼卡貨 其實毛澤東很早說了給大家聽 三幾年說 最好一個團體 就是三份三份分 有三份一 就是左 三份一 就是右 有三份一 就是中間派 我早已經講過了 其實這句說話 很陰濕的 講這句說話 為什麼呢 這個世界沒有中間派 是的 這個世界要麼就是左 要麼就是右 給你右 給你三份一 就是說 左 是要有三份二 贏了你 任何的方法贏了你 他就放心 現在這個選舉呢 就是兩頭都要折路 第一 入不入到閘 又要折理 選 又要折理 就是說 他要贏了 你才知道 才開這位式 才開這個局 根本呢 是不跟你賭的 他不是賭的嘛 人們妄想就說 這個是一個賭 有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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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救他賭 他贏了 人家做莊 對 怎麼贏呢 真的 奇葩是他決定的 你的棋 是你 他決定你的 兩邊的龍門都是他 我覺得 次官這個比喻很好 就是 你做一個賭制 的差別就是 我一定是輸的 莊家一定是贏的 但我輸到如何自處 這是一種藝術來的嘛 你輸 但是你可以像鬼摸腳 整個賭制性格坐在那裡 好像會讓人衰 因為你輸了 你就 OK 我夠了 我不會借錢 我就走了 我輸了 我倒給你 是有差別的 你起碼是賺了娛樂錢 對 賺了娛樂錢 但你不能做得這麼減 做人 像幫他會賭錢 對 我覺得香港人有個問題 這件事是 當時雨傘運動 我還在外國 我記得我跟人家網上 討論這個問題 我覺得香港人有個謬誤 就是我覺得 英文是 英文的翻譯就是 中間派 不代表中立派 沒有人 沒有人 政治主義 不代表中立派 沒錯 騎場派 沒錯 但這也是一個立場 你不要以為自己 真是所謂有中立 你一有觀點 你就不是真的中立 沒錯 香港人是那種 中庸之道 香港人一向都是騎場 不明白 利益為中 但是也是一種立場 對 問題是爺看得很清楚 對 照片看得很清楚 還是近利益 有一個聽眾 張寶成 就說 薯片 就是白紙方案 大家四四六六插 黑社會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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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不是一個壞人 但我真的要跟你說 大家也請 天真嬌到這個地步 你真是怎麼這麼天真 林鄭舊全民退寶 諮詢了教授 諮詢了之後怎樣 就放在一邊 教授不是說老屈 白紙可以諮詢 然後把她放下 她不會過男子 可以 是 以前 官場有這個 另外還有 不要忘記了 還有很多 周庸那類的 就是民意代表 你白紙方案 到時寫了什麼 那個扯了紅旗 做民意 你還當了 是啊 到時你真的接受她 是民意代表 那是大件事 扯了紅旗 剛才你說的那個 那時候官場有個名字 叫做 流中不發 即是說你做了一個方案 這個方案 你怎樣也好 我不執行 我不執行 就是流中 流中即是放在滾底 我永遠不拿出來 那你就是永遠 那個人是廢的 拖誠福宗 廢的 剛才你說的那個 那個 親愛的聽眾 就是希望有個白紙 但會不發 是不拿出來的 我差點以為事官在說道家的 不是 現在是在說政治學 是中國古老人的智慧 是 那些人很聰明 即是諮詢長大 但我連寵物都沒有來Draft 就是 這樣你就收貨 這樣你就感動 其實一早試過 我不知道他們年齡有多大 你試過流中不發 不是呀 這一招 你想想 香港回歸前的諮詢 有沒有留意1984年的統計 是說大部分人歡迎民主回歸的 你相信還是不相信 明白嗎 當時實在主流意見 是叫做維持現狀的 為什麼會忽然出了意見出來 是叫做歡迎民主回歸的 有沒有看過那份報告 那份報告就是英國人搞的 正如刺官所說 到時他不是逐個市民問 他叫做一些民意代表去問 包括什麼魚龍界 即是大家尺後面有枝旗的就問 後面沒有枝旗的就不問 歸了邊的就去問 他也叫做民意代表 我們說他不問 正如等於現在的情況 好像在過癮 雷王所說 全部網台都要贊成是薯粉 你說是不是薯粉 就等於是文次代表 這個很漂亮 他們覺得是 那你薯片都在論壇和萬禁標榜 說你上網看看林鄭 但其實上網的人 又不代表所有人 我又舉個輕鬆一點 不是防衝術 不是防衝術 我講這個輕鬆一點 就是以前 這個世界 在賣電視廣告 仍然是靠一個 survey 有些數字 有些數字 有些照片 有一家公司 你也知道 有些多電視台 和政府 和2A、4A 合錢 去叫他做一個 survey 這個 survey 永遠不支持 藥台 永遠不支持大台 就是現在的大台 大台拿著那些數字 四圍出去找廣告 找廣告客 那個就拿了數字出去 被人罵 X到你暈了 這樣也賣你廣告 不是吧 於是老闆不在了 世伯 阿邱先生 他說 如果這樣 我自己弄過出來 行不行 那些伙計說 可以了 老闆 你怎麼弄都行 我今晚 做節目 甚麼甚麼節目 大家上班 打電話 問 究竟看的甚麼節目 打甚麼電話 不是跟電話號碼 打自家 沒錯 為甚麼你會知道這個 天才 天才 天才來的 或者那些親戚 那親戚 那親戚 聽電話 打收電話 我是RTV坦尼雙新聞的 現在看的甚麼節目 自然就會去了那個 後來做了出來的民意 就非常之favor 那個藥台 你試一下 星期三 我打給Jolene 你知不知道 你現在看哪個網台節目 他像中環 當然 一定 就是 你說這些是自己吃春藥 自己欺騙自己 那些過期的 假的 A4 山寨的 都要說自己 說自己就是這樣 這樣 我想殺人 等等 張寶成還在拼我 他說甚麼 他說怎樣都可以 那林鄭簡直是男子 直接通過都可以 為甚麼 我們剛才問說 流中不發 即是他不用做servic 直接通過 是啦 他說 都像林鄭的所作所為 林鄭簡直是直接白子 她的手勢是這樣的 我想問你張寶成 那個end result 是不是一樣 如果白子 假諮詢完之後 流中不發 跟林鄭的男子 出了之後 就一樣 即是沒有改變現狀 你明不明白 或者我再放更多 一些歷史資料出來 現在有一個人 是講到明 他說他要不跟 我再放更多 歷史材料出來 塗圖書館 我想我認第二 沒有人敢認第一 剛才說的那份民意報告 你試一下去圖書館 找出來 哪個民意報告 就是關於 歡迎民主回歸的民意報告 其中有一個很過癮的AO 是在一個團隊裏面 很多人都沒有留意 那個AO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曾俊華 啊 啊 好爆啊 不是爆的 白紙黑字寫在那裡 你不信我印出來 fax給大家 我貼文在網台又如何 圖書館裏面 有那個報告在手 你看清楚報告裏面 工作團隊名單是誰 其中一個人有份 不是全部是他 嗯 其中一個有份 叫曾俊華 他是當時這個民主回歸 是一個民調 其中一個負責基礎來的 嗯 那你說呢 我會不會相信他呢 那有句話說的 凡是老闆說 我就不能夠說 You always agree with the boss Who is his boss I always agree with the boss 那時誰是老闆 Pose上來 這樣 老闆叫我Pose上來 我就Pose 當時不是就是英國佬 要確保你順利交接嘛 大佬 看清楚啦 大佬 他也是這樣 所以次官就是 世事動明皆學問 寬場有什麼手勢 就是這樣 是那幾招的 是那幾招的 即是說什麼 莫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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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邊西瓜哪邊 大佬靠哪邊 西瓜靠哪邊 這樣就叫做博逆 又叫做適時務者為盡見 這些哭難是適時務的人 你別以為真是 哇 光環很大啊 不是啊 信的人不是光環 信的人說感動啊 正義啊 為民主發聲啊 民主支付啊 所以下一步會很好看 亦都有一件事是同步發生的 那些年輕人不是完全沒有做事 上次有一群小朋友 仲仇了 飛去倫敦的 香港沒有檔案法 香港有消失的檔案 上次講了什麼 有一個地方是有檔案法的 那些檔案不會消失的 英國 大益帝國 五十年就一定爆出來的 沒有 三十年解封 但他還有一些classifier 他未必全部解散 但是 不是不讓你去看的 你登記入場 你不可以拿走 有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沒錯 因為有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因為這件事的話 本土研究的那群小朋友 已經眾籌了 幾個月前飛了過去的 但未曾交功課 還在影響文件 即是說他們趕不出來 這次拿回來 都未必趕得及整理 但回來整理了 有些過癮的東西 爆出來的話 就很好玩啊 那你可能後面 立法就是勾結外國勢力 是啊 看什麼時候立23條 那你就是勾 問題是曾俊華沒有答應你不立法 那23條 是啊 他沒有答應你不立法 他只說要立 這是其中一個人說的 我經常說你立23條 每個人都要立 是一個任務 不是帶來你的前設是什麼 你做了些什麼 即是你有戴居肌炒車 你沒有戴居肌炒車 你沒有戴居肌炒車 你戴居肌炒車 你戴居肌炒車 這些全部都是contributing factor 就是你到底有多傷 還有你傷到會即死 還是有時間都不死 那這個呢 最後也是一個問題 大家信任最後最重要的就是公義 在英國法律 在法律之下 就信最後那個叫公義 那個不是 那個是信什麼呢 那個是信黨 這個呢 我跟趙善波講名字 教了很久 我是老友來的 我說世界上有公義 他說不是 中國這麼多年歷史政治 都是法律是為朝廷服務 權利於朝廷服務 法術勢嘛 中國式法治嘛 所有法律都是為公義和無則屬無 這兩個永遠是爭不了埋欄的 他不相信有公義的 因為此法不同匹法 是啊 那你後面這麼大的差異呢 你23條怎麼立法呢 我都不知道你怎麼立法 用什麼最後來做一個後面的支持 那王小儀是很愛國的人 他當然是用中國那套法術勢的法 這樣呢 這樣呢 就有段時間 沒得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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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那個標準 你中國的標準 是當權者 他懂得什麼 是觸及我 他的底線 他的底線可能今天 今早和夜晚已經不同了 那是鐘擺來的 鐘擺 今次擺這邊 就是這邊 對 突然一聲 明天擺到那邊 就是那邊 你說不 consistent 是啊 他一定不 consistent 一定不統一的 因為他正在擺 現在我們在說一個很固定的 常道的 正式的justice 是啊 你和這個鐘擺的justice 和固定的justice 兩件事 原來在法律上 我們 正常踢球 爐門是設定好的 但有些地方 爐門是不斷的 走來走去 沒有啦 有份踢的 但是一個 英國的法律 把關的人 都是法官展出的人 但他有一個系統 他有一套 例如Common Law 他是800年下來 他有一個很豐富的 他有一套法理 你是不能踩過界的 你可以回到那個法律裡 找到很多東西 那個人是最後的智慧 你不用智慧 是總結了智慧 是集體智慧 你不用那個智慧來判斷 是用你個人的利益 一年之間 是的 這樣就必定 鐘擺 必定混蛋 一年無名 你操聲殺大全感 不要跟別人說過 你剛剛想說什麼 小中子 你見到一些話想說 我稍後會鋪出來 因為大家都在問那份文件 我已經看過 不知道什麼事 問題有一個非常可惜 即使有黨案法 都未必救得到很多 因為那個民調 到最後 所有的原始文件 都已經說明 為了保密理由 燒毀了 燒毀了 即是不讓你看 不讓你看 但不看都已經知道什麼事 因為當時所謂民主回歸 所謂同意的東西 是留了一個很大的洞 那個叫初步統計 是未確認的 照銷毀 即是指為有利的東西 好像儲管所說 不用說公義 不用說法治 有用適合適合 就做 就這麼簡單 你跟我說白紙草 最重要是明天 十二點多鐘 再聽我們的直播 好了 明天就聽直播 看結果 我們確認明天是十二點 還是一點鐘早 最早是十二點 最想 行不行 你 十二點早一點 十二點開始 十二點多就開始一輪投票了嗎 十二點結束宣布 應該是 十點到十二點 他是十至十二 十至十二 要數 如果二輪有需要 就兩輪 千多票而已 我幫他收拾 他送三次的 不是這樣 所以他第一個時段 十至十二 如果要補選的話 就是兩點鐘開始 第二段 不用了 應該不用了 大家現在都認為不會有第二輪 沒有的 沒有的 很清楚的 兩點鐘什麼都有 當然我們的聽眾當中 有些這麼低質的 I'm so sorry 我只是這樣說你 他說胡官不吹 但是波子又怎樣去戒票 都說不存在戒票 都說你跟他說這些 他都沒有聽你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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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戒票是沒得戒的 天才 你前幾段都說了 是說一萬次的 是呀 去YouTube自己找回 是呀 你自己sourge system 怎麼運作 五毛就到處都有 今天就特別多 最慘的是 有些不收錢都說這些 是呀 賤啦 拜拜 拜拜 拜拜